记者洪陈洪高雄报道,排为29线大摇摆有条美丽绿狼,但七百余珠黑板树最近被修剪成光秃秃树干,民众批好丑,第七合川局,简称七合局表示,树木太高大以威胁行车及供电安全因而执行矮化工程,估计一年后可恢复绿油有景观。 高市服养工处则不敢打包票,养工处指出,都是趋路树不会任由生长,矮化是正常程序,但一般都会保留枝条,树叶供航光合作用,日后才能针对枝条太弱流强,树木修剪成只剩树干确实不好看,能否存活还得看未来状况。 台二十九县大辽区高平溪沿岸原本有一排高耸路树,最高有十七八公尺,约四层楼高,七合局上约中旬起展开矮化工程,如今除了大发,万大工业区一段尚未执行,其余约三四公里长路段的树木都是光秃秃。 民众批评好丑,并质疑危害生命树木生命,纷纷向有关单位或名代陈情,希望保留仅存的黑板树。 七合局局长李宗恩表示,这批黑板树约三十年前由相公所种植,如今长得非常高大,地方屡屡成形威胁人车安全,且树木仅零电线感影响供电。 去年,今年都曾发生掉落树枝打道电线造成断电,因而与高市府,地方居民协调,决定大刀阔府进行矮化。 李宗恩指出,西寮国小围墙旁黑板树一年前曾矮化,如今已恢复绿意昂然。 因此采地方建议比照办理,将树木修潜至离地面四五公尺高。 他说,现在看起来的确不好看,但黑板树生长速度快,最先砍掉的已经发芽。 一年后绿篮会重现高频稀盘。 至于万大,大发工业区位执行路段,因延线有高压电线,开电表示一个月只能停电一次。 七合局将则其实工。 民众说,干脆将高频稀盘电线地下化,避免相同事件一再重演。 。